在台湾里面 英國青棟廟 在台湾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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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维新圣教 中华民主联合军组总会 李建世代表 他会长吴风琪会长 秘司长袁宇法师 及各位维新贤士 及今日负责 来预佛的 高雄国内道场的 袁宇法师 与所有维新贤士同修 众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已经是新丑 年7月11号 也是我们记组 赛佛 预佛 大法会第92坛 我们一路走来 到昨天 是回归蓝天的日子 回归蓝天 我们的目标 还有一段 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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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岁月 和距离 就是要到达极肉世界 成佛回去 各位列祖列宗 从蓝天 要回归到希望极肉世界 佛净土 构置成佛回去 我们必须要以大自然的调和法则 就是有如蜜蜂 把蜜蜂引流四海 到各个角落去 播放 散发 把他们的爱心 所以 我们要 到达极肉世界 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 我们在世间上 与世间的 生活习惯 只有把握当下 忽略了 到达未来 中间怎么样来 圆满 所以 也叫做 昨天拐 游风脱亡 有如 蜜蜂 在草丛 在花卉 在花圃 在花圃 在树上 把他都 担任了很重要的 传播 媒体的工作 所以 我们昨天已经到了 南天门 那今天开始 我们就要 寻求 回归希望极肉世界 活净土的 一条路 所以人生在世 也一样 时时刻刻 都有一个立足点 立足点之后 我们不能满足 因为我们的天命 是来广结善缘 广结善缘有两种 一个恶缘 一个善缘 善缘就是教育 教育家 教育界 所以这是我们的善缘的角色 今天刚才 国立中心大学 王金文校长 把他借零退休了 把他把整个过去百年来 所有学生和学校 老师 家长 政府 所资源的 都好好把它 汇整起来 让 过去 现在 未来的 学生 在社会上 了解一下 我走过去的路 究竟 哪一个地方 是我的立足点 这是非常 非常的让人佩服 所以我就将 这本 册子 交给我们 记者总会 袁玉法师 交给他 请他 将那记者总会 从2004年开始 的记者大典 到现在来 已经十五谈 包括现在的 塞佛 玉佛 一百零五天 点点滴滴 我们是大家共同 付出的爱 付出的努力 和血汗 让未来的 众生 三主儿女 都能够了解到 每个人 在世界上 时代性的重要性 这也是我们的 广结善缘之一 那我们玉京大学 维新圣教学院 也是一样 监护的天命 受费责任 受费责任 是个人的 问题再提升一点 天命 就是先人杀王 一楼荒 天命 将我们每个众生 每个学生 来事件上 不同阶段的努力 和奉献给社会 我们也把它记录起来 让后来的人 能够了解到 开疆辟图 建设校园的 各位维新 闲事同修 及过界的努力 和护赤 这个也是我们 已经所开示的 昨天怪 游风脱亡 所以我希望我们 各位同修 你们在世间上 都是充满的 无限的考验 充满的无限的功德 有如昨天 我们的弟子 想要参与 南投市市长的 郑助活动 我也鼓励他 你要明修战道 暗渡存仓 明修战道 你就要前着走 暗渡存仓 将你的 理念 一一的 讲给 宣民了解到 你为 南投市的市民 所做的奉献 究竟 德与诗在哪里 油和武在哪里 这也就是 人生的启示 所以当下 我们塞佛 玉佛 中华民族 一万五千六百 一十五姓氏 列祖列宗 之祖灵 当然就有五千年的历史 不管你在历史上的哪一个历史典 都是人生最宝贵的 即使我们在世间上 走过去的 现在没有留什么 但是留在脑海 心田意识的 这一些人生的点点滴滴 花絮 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回味的 所以今天我们 塞佛 预佛 祭祖大典 我们的目的 是让 未来的人 能够了解到 当下 我们在世间上 构进的本分和责任 所以希望各位维心闲事同修 你们回来 轮流 分批 回来参与 预佛 预圣预祖灵的 法会活动 这个是人生 那么长的人生 一个立足点 这是不可思议 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我今天 来看到我们所有的同修代表 我看你们这么高兴 我也很高兴 终于感觉到 各位都悟了 悟了 悟了 一悟 会破解 万年黑暗的境界 你悟了 你又点燃 一盏心灯 所以这个开天 九大菩萨 祭功 古佛 哈哈如来 在开天的时候 九大菩萨 继续在南天正门前 把购置发表 要来世间 普渡众生 各有的方法 祭功古佛 把他开示了 一段很简单 很浅的耐人寻味的话语 不悟犹如夜夺灯 无穿暗示夺光明 此生不悟今生度 更大于何时度出生 这个残疾 非常的浅 也非常的深 希望今天送这一个追剧 送给各位维心贤士同修 也恭送 奉送 给我们中华民族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 列祖列宗 祝祖灵 要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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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卓能够到达 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 佛境土 以为本愿 祝福各位 各位中华民族联合冀族总会 李建世代表 会长吴宏祺会长 秘司长袁毅法师 欢备学院原本法师及各位诵经法师 当下 嘉义到堂 袁真法师所带领的 所有维心弟子代表 侯会众等 今天 是中华民族联合冀族总会 所深谈举办的 塞佛 御佛 御祖灵 大法会 我们所邀请的 朱天圣神 尤其以中华民族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 列祖列宗朱祖灵 中华民族九百一十八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 秦朝时期东至日本徐湖尊人以来一百二十四位天皇朱建灵 三祖时期北于韩国 持有后裔 環雄天王以來202位 天主帝王總統朱建靈 中華民族5000年來3762次 大小戰爭亡死君民念靈 世界816次大小戰爭亡死君民念靈 以及十萬法界三界萬靈 當下購府堂上 歷代祖先朱祖靈 何惠眾等 阿彌陀佛 今天是辛丑年7月13日 7月12日了 也是我們九十三坦的賽佛巨祖大典 今天已經匯集了 過去5000年來 中華民族歷代祖先朱祖靈 無論王府將相 我們台灣中華民族聯合祭祖總會 一開功請光降坦承 受火維新帝子佛會眾等的禮拜 和遇佛遇聖 遇祖靈 這個集市金益晚航 世間幾千年來在世間所嘗試的 所經過的酸甜苦辣社 所經過的王國將相 煥福走足的人生體驗 全部都匯集於當下 這集市意志大道 金益晚航 所以人在世間上 金益晚航 事實時時刻刻都在成就 都在體驗 也許我們過去生 在哪一世 在世間上經過烽火 連天的戰爭 各種的苦力 苦境 一直在發生 但是現在都已經過去 列祖列宗朱祖靈 來到南天聖門 把玉帝坐前 九大菩薩 今年坐前 一起來共修 這是我們共同的福報 是我們共同的福祉 是我們共同的福祉 所以我們要珍惜 所以我們要珍惜 這一壇的曬佛 禦佛 禦祖靈 禦祖靈的法會音源 以悟引悟 我們要以過去多生以來 把在世間上的體驗 來悟人生無常 把永恆的 是我們的靈性 是永恆的 永遠不變的 也不爭 也不減 也不夠 也不靜 也不靜 也無來 也無去 這個就是當下心的境界 我們要悟 所以這個曬佛 禦佛大法會 給我們維新聖教的 維新弟子 就是受惠大眾 受惠大眾 受惠大眾 能夠悟 人生無常 把往事已過 把現在 未來 都還在變化 那唯有永恆的一條路 就是我們的靈性 佛性 佛性藏在哪裡 藏在心田 所以才有佛陀所開示 給我們的勉勵 佔佛祭 阿彌陀佛 身金色 像好光明無等倫 百好婉轉無虛迷 乾目澄清四大海 光中化佛無事欲 化菩薩眾欲無邊 四十八月度眾生 九品賢定的燈體案 這是我們每個人 內在自性 我們的心 我們的靈性 的本來面目 阿彌陀佛 身金色 像好光明無等倫 所以我們今天 曬佛益佛 以此佛法來供養 當下所有參與聖會的 列祖列宗諸主靈 及法界三界萬靈眾黨 這是我們的福報 也是我們的福祉 我們能夠當下生 就有這個機會 來修行 來體驗 若是現在不悟 一旦就像列祖列宗諸主靈 還要遇到好一年 才能夠有這個機會 才能夠在未來生 未來季 要逢三一年 逢佛祝世 逢新逢阿彌陀佛 再次祝世的時候 也許你們也不知道 他那一位是誰 事實上我們要遇到的 那一尊阿彌陀佛的導教師行 是非常殊勝的一年 所以今天我們曬佛 御佛御主靈 是共同在喚醒 列祖列宗諸主靈 雙法界三界萬靈 都能同佔法律 同佔一路淨土的彼岸 這才是我們的人生 所以今天 在九月三日 也就是火天大遊的境界 佛世界和國畏 我們唯願 列祖列宗諸主靈 能夠體會 能悟 一悟就會破除 萬年黑暗的燈 轉向光明 這個局勢 本維新聖教 中華民主聯合記組總會 共同天命 所以中華民主聯合記組總會 在台灣 是有原因的 若是在中國大陸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來 領導的方式不同 所以我們列祖列宗 就看也看不到 摸也摸不到 但是只能從歷史的演繹 紀錄來了解 人生那一段時間 你所遇到的酸甜苦辣色 各種的記憶 這都是有修行的人 和沒有修行的人 所處的國土和境界 那麼今天 我們在中華民國 這一塊淨土 尤其在台灣淨土 法傳載道的淨土 我們以此來供養 來回向 列祖列宗朱祖陵 蘇王法界三界萬寧 大家一起同登極樂淨土的彼岸 即是所遇到 所開示的金玉滿堂 火天大有的境界 唯宴 今天我們這個曬火 御火的大法會 領養兩界 同瞻法裔 結盟齊利 事為首願 請你坐在這裡 《啟蒙的最佳讀本》 女蛙娘娘的五色石 開啟 各位維新聖教 中華民主聯合契族總會 李建勢代表 及會長吳鋒崎 元育法師秘書長 各位維新賢士同修 當下來互談的岡山道場 元育法師及同修代表 十萬法界大眾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日金時7月13日 也是我們第九十四壇 九十四壇來 上天的啟示 把王燦老子的聖事告知天機 我們除了御佛以外 御聖以外 御祖靈以外 我們接著就是要消災化學 最近來地球到處在震動 在爆發人類的鬥爭 鬥爭 無知 還在 一直在演化 包括政變等等 有它的天機 但是一件很重要的 最近來 到處在地震 都在啟示我們 人類要相互的尊愛 相互的尊敬 和愛洗生命 但是人類的 三毒貪生吃 一直在 發生世間 沒有做危機 它的觀念 所以 上天對我們眾生的啟示 是非常嚴格的 所以上天 在開示我們 在昨天下午5點45分的時候 我們曬佛一佛檀城 由東 王燦老祖 大金森的頂上 直接跨過藍天門 很長的彩虹 正在啟示的什麼呢 他啟示的地球有危機 所以老祖開示 這個危機 就有如2007、08 臭氧成破洞 世界天坑地洞那麼嚴重 反作部 以宗教的修行法儀 來自消災化解 解冤世絕的修行 將有更嚴重的危機發生 所以昨天下午5點45分 由王燦老祖聖像 跨過藍天門 通往東方 東西交替 把陰從左邊轉轉轉 陽從右邊轉轉通 把地球 太陽系 九大行星的自轉與運轉 再提示我們 那個江有 天災會來 所以昨天下午 我們的劉正雄賢士 看了很高興 就把他拍照起來 早上我看了 讚嘆法會的成功 讚嘆地主總會 辦了這一壇 曬佛 禦佛 他的大法會的即將圓滿 但是裡面的殘疾出來了 所以在今天凌晨 一點多的時候 王燦老祖 開天九大菩薩 那盛世地球將有危機 要很小心來處理 尤其地球是九大行星 人能夠在這裡修行的一個星球而已 其他的星球沒有辦法住人 所以老祖 開示我們 請我們回京聖教 中華民主聯合記者總會 我們的秘司長 演藝法師 早上我跟演藝法師說 還沒圓滿喔 圓滿之後將有新的工作 法務天命要做 演藝法師沒有二話 這好啊 該做我就做 還有一口氣我就做 該怎麼做 那我們只有求王燦老祖 會給我們修行消災化解的方向 所以核心聖教首領的天命 和一般宗教修行大德菩薩文 首領的天命不一樣 回顧七十一年七月二十三 把藍天門一打開之後 九大菩薩在藍天御帝金龍坐前 九龍坐前 開始慧心 慧法 慧佛 慧祖靈 而且從藍天而降的 無量術的 指導靈 菩薩文 農天護法文 從藍天而降 而且這麼多的農天護法 來到台灣淨土 目的都是一個目標 就是天下太平 世界要和平 當時我聽到這個喜事 很高興 今天我終於怎麼有這個機會 來承擔這些天下太平 就是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的法輪 所以我就一面高興 一面煩惱 煩惱的就是天大的如來自應 因為我一個人哪裡來的這個力量和智慧呢 和祖德可以來這麼大的 做這麼大的工作 當時玉皇大帝 開示了 這集合當下從藍天門而降的 這麼多龍天護法 一起來 就是世界和平 天下太平的如來自應 教代我不要煩惱 當然我比誰都還煩惱 我愛於自己沒有那個天威 沒有那個福報 可以承擔如來自應 所以台灣祖師很慈悲的 開示 有信心 要有信心就可以辦得到 觀世音菩薩很慈悲的 信心能破除一切的障礙 所以九大菩薩都有不同的高見 所以老祖就開始不要煩惱 今後我們一起合作 來圓滿化時代的歷史性的消災化解 一路走來到現在 四十年整了 今天已經七月十三日 再過十天就是七月二十三日 四十四十週年 回顧四十週年來 老祖來到世間從五到有 以三塊錢轉中華文化法輪 三塊錢就是一經天地人三財 所以為新聖教 今天我們用《易經》有三塊錢 道理就是天地人 這個法輪非常非常的殊勝 回顧四十年來 老祖和九大菩薩 從南天而降的龍天護法 他的理念一致都是以愛世間 愛這個地球 以化時代性的階段性的來保護地球 至於地球那麼大 人類那麼多 老祖開示 你不要管那麼多 我們的天命就是保護地球 沒有地球什麼都免談 所以走過四十年 王燦老祖導教思航 在台灣國內外 所四線的孝災化絕 總共有415件 那麼多的老祖公德天 公德本 所以我們今天生活在 台灣最快淨土 尤其庚子連武漢肺炎 半年到地球 196個國家 尤其台灣 免於這個災殃 延續到今年 4月8日開始 我們曬火開始 這個疫情在台灣 一直在爆發 所以我們緊尊老祖室輸子敏 鼓勵台灣維新聖教的 維新賢士同修文 努力誦經 回古賢士天德經、天公經 務必達到標準 八百八十八萬部的功德 來回向給天文煞神 我們作為解冤事絕 我們毫不猶豫的 再加上老祖開示 天破的踢法都會報你 這怎麼不可能補呢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就好了 為之所開示的居家風水法則 淺顯易懂 所以我們維新聖教 在台灣 各分次道場的住處法師 家家戶戶為道場 而且從藍天而降的龍天護法 也就分散在所有維新賢士 同修的身上 和家中共轉消災化解的法輪 結果一直這疫情就下降了 下降到了昨天7月12日 台灣的疫情是只有一例 那不可思議耶 而且這疫情 我們做修行 消災化解 就是要在祭族圓滿 後的曬佛 玉佛 玉祖靈 四十週年的日子 將對溫神 援親在祖 請來維新聖教 八卦聖城 在這裡談城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奉送 溫神 疫情的溫神 能夠先從東方回去 再轉生希望擊落世界 這個已經在昨天下午5點45分 啟示著我們 所以這個啟示一道彩虹 遊戲向東 也是從遊戲向東 跨過南天門 南天門前面這個天心池 這個天心池 這個有很深的殘跡 所以老祖開示了 九大菩薩 這個是告訴我們 要趕快深寒 才來做消災化絕 才能免除這個劫難 所以老祖師尊 和開天九大菩薩 都大時大悲 也需要我們是維新聖教 所有維新賢世同修弟子 共同地發心 來為地球的平安 來修一切聖法 這是我們的天命和責任 所以我們希望各位同修們 大家繼續努力 陪著老祖一起修聖法 來保護地球 保護人類 這樣的話 我們在世間上 才有這個安心心安 所以今天我們已經是7月13日了 是九十四壇 九十四壇在起訴我們 把雷天大狀 雷天大狀 是人類的相互衝突 將會再發生 人類大自然的衝突 也將會發生 人類人的衝突 身和心的衝突 隨時會發生 所以我們希望各位同修 大家好好念經 誦經來回向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這是我們 開天四十週年 我們共同的天命 如來至夜 能夠圓滿 走大家有福了 我們玉佛有九尊九個玉盆 那是表示九大菩薩 我們玉佛玉祖靈奉 送我們的列祖列宗朱祖靈 一萬五千六百優術姓術朱祖靈 和當下壇城上朱祖靈 皆能夠仰葬九大菩薩 來千零 先從南天 轉生希望一路世界活淨頭 這集是大笑之道 所以我們祝福各位同修 今天由鋼山教室福內道場 鋼山道場同修的來玉佛 祝福各位家家夫婦平安 人人平安 臺灣疫情早日歸於靈的境界 一切就圓滿了啦 至於消災化絕的法語 我們會謹遵王岸老祖的聖事 開天九大菩薩的聖事 我們會辦到 會辦好 這是維新聖教 所有維新弟子們 共同的本願 天人合一的本願 祝福各位